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5月20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内影 最近我做过好几期节目 可以说是专门讲加密货币的问题 其中主要讲的是比特币 我的观点一直就是说 比特币确实是个好东西 认为它长期来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短期来说 确实处于超卖极度超卖的状态 投机是过度了 可能要大幅度的调整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说 比特币可能会调整到3万5 但是没想到今天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今天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市场 惊心动魄的一天 那么这一年多来了 不断暴涨 刷新了人们三观的加密货币 在今天出现了集体崩盘式的大跌 以比特币为例 从今天的最高点 4万3千多美元 一度下跌到了多少 三万零五十一美元了 下跌了1.3万美元 下跌的幅度高达百分之三十 比四月份六点五万元的高点呢 它的跌幅是跌了百分之五十四啊 基本上是大幅度的腰斩了 而今天狗狗币也是从四毛七的高点 最低下跌到了二毛四 跌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五十 你上个月的最高点七毛四啊 已是跌去了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可以说一夜之间 全球加密货币跌去了七千多亿美元 而加密货币总价值呢 也就是两万多亿美元 那么它一下子一天就跌了七千亿美元 大家想想跌幅有多大 感觉就是要崩盘的感觉 好在之后呢 大量的买盘是进场抄底 四个小时的时间呢 比特币啊 一度重回四万美元的上方 狗狗币也是大涨百分之八十 从最低点 但是啊 昨天的高位还是没有达到 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尽管是有大幅度的反弹 但是目前比特币呢 还是在四万以下 可以说基本是破掉了 两百日均线一直在下方 而这是牛熊的分界线 所以比特币呢 可以说它就算是 已经大幅度的反弹 它的趋势啊 还是走坏的 很难再回到五万 甚至是六万的高点 我觉得基本上在今年是不可能的 比特币的这不杀跌了 不知道要碾死多少散户啊 其实最可怕的 是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你如果说继续持有吧 你担心比特币归宁 对不对 割肉吧 又怕未来涨到了 真的十万二十万美元 所以很多人也是非常之矛盾 没有任何基本面 可以分析啊 比特币的走势 如果黄金是多单杯套 至少知道黄金 它是有价值的 对不对 它永远不会跌到宁 不会归宁 但是比特币啊 就不好说 那么这也是很多人呢 不碰比特币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可以预判的基本价值面 现在的反弹呢 我认为啊 也是逃命的一个机会 后面我觉得更大的跌幅 或者调整 可能还没有到来 是否会跌到两万美元左右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 比特币为首的 加密货币的这一波 大幅度的调整呢 可以说也是有多重因素 首先呢 就是加密货币的教主 马斯克的骚操作 今年年初呢 他发文是支持比特币 同时允许特斯拉购车的时候啊 以比特币来支付 可以说这一举动 直接就推动了比特币 新一轮的暴涨 大家知道 马斯克在全球的影响力啊 光是推特上 他的粉丝就有5500多万 可以说在年轻人中的影响 是巨大 如日中天 而他自己很可能呢 提前已经潜伏进了比特币 比特币大涨之后 他就宣布自己持有15亿美元的比特币 但是大家不知道他的成本价 那么按照另一波比特币的涨幅啊 可以说马斯克 他已经赚了数亿美元 他就在比特币上赚的钱 都超过他同期的 那坐车的获得的利润 所以大家想想 他为什么有动力 来不停的为各种加密货币来站台 来吆喝 而就在上周的5月12日 马斯克啊 他就发了一条推文 他说 特斯拉将暂停使用比特币 作为购车的交易货币 他会考虑使用能源消耗更低的加密货币 实际上暗指就是狗狗币 那么这样的评论呢 可以说是惹老了很多比特币的粉丝啊 那么这也是这一轮比特币大跌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就是马斯克啊 采比特币 其实很多人都有疑问啊 马斯克 他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 在市场上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不断的来带货加密货币 怎么就没人去管他 对不对 一会儿说好是他 一会儿说不好是他 利用比特币大幅度的波动 还有狗狗币大幅度的波动 来为他自己盈利套现 那么这可能呢 是因为美国的加密货币监管 还不是很健全啊 所以马斯克他确实是占了空子 现在讨厌他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 他现在这样搞可以说已经是天怒人怨了 马斯克的虚拟货币的骗局啊 究竟怎样收场 现在还是一个谜啊 在今天比特币暴跌之后啊 一大批人呢 很多粉丝就跑到马斯克的推特下面去留言 有的是卖惨的 有的是准备自杀的 有的已经无家可归的 有一个人就说 我已经失去了一切 因为你让我投资狗狗币 我快要无家可归了 还有一个人就说 我把整个生活的储蓄都投入到了虚拟货币中 并失去真正的一切 我将永远不会再看到我的孩子 我也在街上生活了三天 有人求马斯克再喊话 让自己解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市场已经疯狂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再大幅度的调整呢 都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合理的 除了马斯克财比特币之外 同时你像美国的财政部 税务局也都在加强对加密货币的监管 比如说对加密货币巨头 币安洗钱的一个监管 同时美国的国税局也发出了对加密货币投资者 追缴税款的一个警告 后来黑客组织也是吸急了美国的能源系统 导致美国的能源瘫痪 那么直到美国的能源巨头缴纳了五百万美元的赎金之后 美国的能源供应呢 才得以恢复 而大家要注意啊 这缴纳的五百万美元的赎金是用加密货币的形式支付的 所以这也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了 因为加密货币它不可追踪嘛 大家知道美国是全球金融的中心呢 美元也是世界性的结算和储蓄的货币 那么一旦限制加密货币和美元挂钩结算 那么加密货币可能就会雪崩 当然了 比起美国呀 中国的打击力度也是不弱的 非常之强悍 昨天呢 中国的央行对加密货币是出手了 但是知道比特币60%到70%以上的算力 其实全部都集中在中国 一旦中国的央行开始对比特币下手 可以说比特币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加密货币 很多都是在籍难逃的 前天呢 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微信就发布了一篇文章 叫做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一个公告 虽然公告的发布者是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协会 还有中国的银行业协会 以及中国的支付清算协会 就是三个部门联合发文 但是呢第一时间它是通过央行的官方微博发布的 所以它的权威性和它的效力是显而易见的 基本上就代表了央行的观点 文章就说 近期虚拟货币的价格暴涨暴跌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反弹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扰烂经济的金融的正常秩序 为了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的风险呢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银行业协会 还有侵散协会等等了 就发布了这个联合公告 来抵制虚拟货币的炒作 那么上述三个行业呢 他们的协会啊 被称为中国金融业三大协会 这三大监管机构的联合公告指出啊 虚拟货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有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常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 不是真正的货币 不应该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公告禁止中国的金融机构 开展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 包括虚拟货币与人民币 以及外币的兑换业务 就不让你兑换 很多金融机构 不让你从事这方面的交易 公告还说啊 虚拟货币交易合约 不受中国现行的法律的保护 投资交易造成的后果和引发的损失 由相关方自行承担 中国虽然是到目前为止 它是没有禁止个人持有加密货币 但是可以说它也是不保护的 所以总结起来 基本上这个公告的意思 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个就是中国央行认为了 虚拟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 交易兑换是非法的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如果有违法违规的线索 要大家来举报 所以这几招可以说下下来啊 这个杀手是非常之重的 大家可以想象啊 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被爆炒到了现在这样高位的时候 中国央行这样来的一个动作 那么就意味着多大的杀伤力 那么这次比特币的暴跌 最大的导火线呢 就是中国央行等金融主管部门 公开否认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一个合法性 其实这并非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虚拟货币啊 痛下杀手 我们看在2017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中国是关闭了当时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而在2019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是发表了声明就说啊 他将封锁所有国内外加密货币交易所 和初始代币兑换网站的访问权限 目的是通过禁止外汇交易 来压制所有加密货币的交易 好在当时呢 他的加密货币啊 是没有像现在这样被爆炒 影响的这么大 所以呢 最终是影响不算特别大 但是这一次呢 就直接引发了比特币啊 单天30%的跌幅啊 可以说无数人爆仓 被血洗 中国央行这样封杀数字货币呢 我觉得可能是为央行自己的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其实在让路 法币的印刷呢 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政府最大的一个特权 政府的一个好处就是有无限量的印钞 对不对 他是垄断了印钞权 你任何其他的民间机构和组织 你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 所以不管中国还是美国啊 其实他都不会让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来挑战到自己货币的地位 特别是这些加密货币在洗钱逃税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刚才我讲的美国的能源管道被这个黑客给锁定了 对不对 无法攻击能源 结果还要向这些黑客组织了支付5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而且是无法追踪 这就很典型了 很明显这就是非法的交易 而且你政府是无法监管的 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是很难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的 觉得很不爽的 那么这也是让世界大国政府感觉到非常不满 动刀子对加密货币来下杀手 可以说也是迟到的事 而正好是赶上了加密货币泡沫非常巨大 所以一旦动刀子引发出了效果 就是断崖式的暴跌收场 我还是认为 现在可能只是加密货币调整的开始 加密货币的大调整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到来 所以大家投资的一定要小心为妙 昨天可以说是中国主导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 刚刚说的是中国的央行一篇文章 让全球加密货币市场暴跌 而中国的国产会 最近也是让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是暴跌 近日中国的国产会 专门是研究讨论了大宗商品涨价的问题 会议要跟踪分析国内外形式和市场变化 做好市场调节 应对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以及年代的影响 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配合 来保证经济平稳的运行 这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说啊 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的最大需求国 中国的需求是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不管是铁矿石铜还是煤炭焦炭可以说以及各种粮食石油 中国都是最大的进口国 但是这几个月以来 不管是有色金属还是黑色系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以及粮食都是暴涨 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这意味着呢 中国要支付更多的钱来进口这些大宗商品 要花更多的外汇出去 关键呢 是上游企业的涨价压力啊 一旦如果传导到下游 可以说民生日用品的价格都会大涨的 那么这就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政府当然是害怕的 这也是这次啊 国务院的国常会 要开会专门研究大宗商品价格 风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要压制它 而研究的办法 当然主要就是适度的收紧货币 同时来配合一些行政的手段 来限制大宗商品价格疯狂的上涨 那么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啊 各种期货的价格是应声而跌 连续几天都是下跌的 昨天呢 内盘黑色系统啊 铁矿石期货夜盘一度是暴跌8.6% 而动力煤焦煤都是超跌7% 挪纹钢焦碳超跌5% 基础的金手中呢 你像护铜还有护鑫叶盘都大跌了3%以上 而且这只是一天的下跌 这几天其实都是在下跌的 你像玻璃也是单天大跌4% 还有像乙醇酒精燃油都大跌 农产品也是大跌 可以说 但是啊 这样的措施 就是中国的国产会通过货币政策 或者说通过行政手段 来限制大宗商品涨价 其实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 它只会暂时来压制几天 它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 除非啊 你中国真正把你放的水慢慢的收回去 或者说 只要美国不真正的收水啊 这一宗大宗商品涨价潮带动的大通胀 它就不会停止 因为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定价的货币 对不对 你美元不收水的话 那么大宗商品涨价是不会停止的 昨天呢英国的CPI也是创了29年来的新高 今天呢美联储的会议啊 也放话 说下面几个月会讨论缩表的问题 可以说该来的呀 总是要来的 放了这么多水 现在价格的疯涨 对不对 物价通货膨胀都非常之厉害 你美联储如果再不收水缩表的话 可以说已经晚了 这个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其实现在的情况呢 和上个世纪美国70年代就非常之像 就是真正的经济增长啊 不是太好 包括就业也不是太好 但是呢 物价却在疯涨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滞涨 对不对 和上个世纪70年代是非常之像 那么今年只要价一时间 这种滞涨的后果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讨论缩表 甚至在年底讨论加息 那么大宗商品的流失啊 可以说还是不会结束 但是加密货币美股以及各种风险资产的大流失啊 我觉得是真的要结束了 任何一轮大行情的终结啊 都是有一个拐点的 最难的其实就是判断这个拐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知道的话 很多人都是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了 那么这一波其实要是做准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拐点真的是在这几个月 或者说今年的下半年 可以说只要大家做准了 做一拐之后啊 三十年都可以不愁吃喝 就是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我说的意思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抓住 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